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不是很成熟 环境不是很友善的时期就开始在努力了 所以今天的一个百分百只是最后一个达政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据点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据点也带动了许多其他台湾的城市成为一个效法的对象 到六都都还没有办法契集这样一个成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而同时嘉一市第一个达到全面数位化 就意味着全嘉一市至少有五万六千个家庭 可以连接到这个网路上面 不但各种服务 各种视讯 而所有的市政府所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都可以直接进到家户 而民众彼此之间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系 直接把世界带进自己的客厅 而自己也可以透过这个网路连上全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 进的台南市都全力的追赶 我们也寄望台南市可以赶上嘉一脚步成为第二个全数位化的新都 接下来也有其他城市陆陆续续可以赶上这样的一个脚步 台湾成为一个全数位化的一个科技岛 我们所有的云端服务就可以很方便的在客厅就可以享有 那就像我们所了解的 这个最后一礼其实也是我们进入世界的第一礼 有了有线电视的机盘建设 我们所有的云端服务都可以从这边开始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接触到全世界 其实也可以让所有的在地产业可以向全世界 来去宣扬他们一个很好的服务 很好的商品 那也作为我们一个全新的服务跟产业的新契机 感谢观看